還要來看到的是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他因為宣稱自家的電動車可以自動駕駛 正在美國遭到刑事調查 好 根據這個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 說去年這個特斯拉在美國發生了多起的車禍 甚至還有人因此死亡 而車禍發生的時候 車子的自動駕駛功能是啟動的 美國司導部是已經啟動了調查 另外彭博社也引述其他消息來源報導 指出說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特斯拉的高層主管 關於特斯拉電動車自駕能力的說法 墨地是要來調查相關的說法 到底有沒有誤導性